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9月14號的股市任務營的節目 我是任君老師 那最近的行情其實一直非常的焦灼 那在這種焦灼的行情當中呢 當然投資朋友們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要走在趨勢的前面 當然你在買股票之前 或者是你在做這個持股上調整的時候 我希望投資朋友們一定要記得 我們今天買股票的目的 不是希望他明天會漲 而是說我們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機會 那他可以幫我們帶來一個獲利 那走在趨勢之前是一個投資大師索羅斯 告诉我們的 我們不只要順著趨勢 順著潮流去做 我們更要趕在別人還沒有發現的時候 先下去做佈局喔 所以當然你會發現到說我在講很多的東西 其實後面都驗證了 包括我們在講航運鋼鐵的問題 其實後面都驗證了 那甚至說我告訴大家說有很多 未來改變世界的新科技嘛 包括半導體的部分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講的像有一些生技類股啊 其實他們也都我們也都驗證給你看了 但是我們在驗證這些股票之前 其實我們都是講在前面 先下去做佈局的動作你後面才有收割的一個機會喔 那當然我們要回過頭來看這個行情喔 那這個行情其實就我之前所講的嘛 在廉價前期其實你也不用太過於期待 就是說偶行情會馬上大漲啦 因為呢成交量的部分很明顯嘛 現在的量呢就是非常的小喔 包括說說今天其實還創下了一個 近期來的以來的新低量呢 但是不要覺得說低量就是不好喔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股票啊 包括我一直在跟投資朋友們講的 買股票要買在量縮的時候 賣股票要賣你在那個大量量增的時候 所以你回過頭再去看啊 包括我們當時在跟大家講說 你8000多點要去做調節 其實那個18000點的時候 我們帶各位投資朋友做調節的那個時機點啊 你會發現到那個量能啊 包括一天都是6000億啊 7000億的量對不對 那你說你在那個地方做調節 你後續你後面再來看 其實都是對的喔 那同樣的反過來 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確實啊 他的量能是縮的 他的量是縮的 可是就是因為量縮 所以籌碼面他才會穩定 那你在籌碼面穩定的情況下 你好好的挑股票來去做佈局 那一旦有量出來的時候 一旦大家開始在追捧的時候 你手上的持股自然就會賺錢 所以呢我在講說我們要買在趨勢之前 而不是追在人家屁股後面啊 那所以呢包括有一些族群嘛 像我之前跟大家講了 既然資金的浪潮他要出來 就是有一些資金的熱浪他要來了嘛 第一波資金熱浪在15159點那個位置點 那這次第二波的資金熱浪一樣啊他會出現啊 他一樣會發生啊 可是在發生之前他也不是說我今天看到的資金 我明天就馬上股市就漲上去了 外資他不會這樣做 他要花時間來去做一個佈局 那那個佈局啊他不是一天兩天 他要花一段時間 比如說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當他買夠了買足了 自然就會把消息放出來 自然就會有很多包括報告啊 這些有的沒的這些訊息通通就出來了 可是你等到那個訊息出來的時候啊 投資人你最常遇到的就是看著外資報告去買股票對不對 然後一買就怎樣 就套牢嘛 反而幫這些外資來去做一個解套 所以呢我們要做的事情當然不是看新聞去做 反而就是說當你看到一則新聞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這件事情很重要哦 包括我一直跟大家講說航運股對不對 航運股他未來這個半年之後 你才會看到那個利空出來啊 你才會知道說為什麼航運股的股價會腰斬 那你在腰斬之前 其實我一直提醒大家 因為BIOS已經來到新高 那股價跌破月線 月線開始下彎 當我均線開始下彎的時候 他又是用一個大量下去做灌破的 那這種格局上來講 他是非常不安全的 他就是非常不安全的格局 可是你在當時的這個新聞裡面 你都聽到什麼 海運股大賺嘛 長榮今年可以賺30 陽明今年可以賺30 萬海今年可以賺30 所以你從他的股價來看 哇今年的EPS非常漂亮 所以呢今年會賺很多錢 股價是低估的 但是我說股價低不低估 不是看他今年賺多少錢 而是看他過去10年以來 他是不是同樣的 都維持一個這麼高的獲利 如果他這10年之內 都是維持這麼高的獲利 你說他現在的股價低估 這我認同啊 這我絕對認同 可是呢 當他是一個異常的狀態的時候 我的橡皮筋已經崩到一個 很緊的情況下 我只要稍稍一個利空一出來 啪 橡皮筋就斷了 他就會斷了 所以呢 我說為什麼航運股 你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這種漲價題材 最怕的是什麼 我的漲價不再漲了 他不用跌價哦 他只要動漲 對他的股價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利空了 所以我說 當全球第三大貨櫃 這個貨櫃運輸公司達菲集團 他開始跟你講說我要動漲了 就是說我未來不再做漲價的動作 那我也強調一件事情 當我第三大開始動漲 我第二大第一大 他就會連續的一起來動漲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到了包括第五大 這個第五大運輸集團 他也開始說他要動漲了 那接下來馬斯基他會告訴你 他要動漲嘛 那所以當大家都在動漲的時候 漲價題材就已經結束了 他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再去買這一些股票 甚至說你要去做逢地價嘛 那我會認為說你是把你的錢放在一個非常高風險的位置點上 因為你都覺得現在很便宜 但是我一直強調海運股現在是非常貴的 包括鋼鐵股現在也是非常貴的 所以你就看到說今天指數其實沒什麼跌 沒什麼跌 可是包括了長榮的部分他跌了6% 包括陽明的部分他再跌了5%有沒有 台華頭今天跌0.99 萬哈他今天也跌了4% 那今天早上去追加 那就更糟糕了啊 那你說我一直在跟投資朋友們講的 就是說半年之後你會看到一些利空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喔 我是不是跟你講的都在驗證當中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利空啦 那這個利空還不是最大的喔 那未來呢 當我開始動漲之後 我的營收沒有辦法再創新高 我的獲利沒有辦法再創新高 那他沒有辦法達到大家所預期的30塊錢的時候 那你覺得他現在的股價是貴還是便宜 所以我說這個股票市場的操作 其實他是很專業的東西 當然很多市場上的投資朋友 你們都直接看著新聞去做股票 那EPS很好算嘛 就是說大家覺得說他新年上半年賺了15塊 所以我直接把他乘以2有沒有 下半年就是一樣15啊 然後呢 因為上半年賺15下半年賺15 所以加起來是30 那我再把他乘以10倍的本益比OK 那他的合體股價300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們 你們想法是不是這樣子在去思考的 你們是不是有這種的想法 所以你們才會去追高行業股 認為我還有100塊錢的空間 我還有200塊錢的空間嘛 但是股票市場如果真的 就是這種簡單的算數 你就可以算得出來的話 那真的啊 全市場不用分析師啊 就是你就自己 大家就電腦打一打 算一算哪一些股票是這樣 然後你就直接把他拿去做就好啦 那我講實在的 那怎麼會有人 如果真的是這麼簡單的話 怎麼會有人套在1300塊的國具 怎麼會有人套在1300塊的宏達電呢 所以呢我們在做股票的時候 其實是走在趨勢的前面 那我在走在趨勢的前面 就必須要有一些技術面 技術分析的工具來去做一個輔助嘛 那這個技術分析的工具 不再像以前那樣喔 我覺得以前的那些技術什麼分析 包括什麼KD指標 MACD啦 我覺得那個可以參考 可是那個絕對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那最重要的東西還是回歸於 就是說量價關係 跟它的價格跟它的成交量的走勢 所以呢我說航運股你不要再去做了 你要把你的資金抽回來 抽回來去做什麼事情 把你的錢放在台積電上 尤其是當時我跟大家講台積電 走一個V型反轉的時候才600塊錢 那就算你今天做了回檔 它還是一樣嘛 它還是在620塊錢 這附近做擺檔嘛對不對 那它會在這附近做擺檔 因為我的這個大量的資金 它還沒有進來拱 當我這些大量的資金 在廉價過後開始在拱的時候 台積電自然還有一波漲勢 因為我強調一件事情 這個叫做量大高點 它不是最高點 所以未來台積電它會再創新高嘛 它會往上去做攻擊的一個動作嘛 這個量大高點 其實我驗證過好多次了 包括我今天早上也在跟大家講啊 像信國為什麼可以創新高 量大高點不是最高點啊 可是呢 不是每一個量大高點 它都是會越過去的 這中間其實還有一些小小的美角啦 OK 那同樣的我是說台積電未來會創新高 那你覺得台北股票市場呢 當然有機會嘛 未來要充歷史新高充萬八充兩萬 都是可以的啊 那前提在於說你要選對股票啊 所以我說你把資金放在所謂的電子股裡面 包括你放台積電 甚至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放在聯發科都可以嘛 但是你放在海運你放在鋼鐵它就是不對 因為呢 他們現在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 十年以來最熱的一個情況 那我股價都已經反映十年後的未來了 那你覺得它還有多大的空間 可是反過來講 你講台積電它反映完了沒有 我說台積電今年 它會賺多少錢 我保守一點估計啦 大概可以賺到25塊錢 那明年呢 它會賺到30塊啊 那後年呢 你知道後年外資已經估到多少錢了嗎 估到40塊錢哦 估到40塊錢了 它的估值其實跟我的估值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會認同它的數字啊 那你說台積電如果以30倍本益比來算 那你說30塊錢乘上30很簡單嘛 就900啦 就900啦 所以呢 我要看的是說 我未來台積電明年的EPS多少 後年的EPS多少 但後年的EPS多少 所以我走在趨勢的前面的時候 我才有辦法賺到錢嘛 那你把整個時間攤開來看啊 就是說哦原來我明年可以賺那麼多錢 我後年可以賺那麼多錢 那同樣的你現在 以它現在的股價來講 600塊錢的台積電 那是不是太便宜了 300塊錢 30塊錢乘30倍的本益比乘起來 你去算一算啊 大概就900塊錢嘛 就900多塊啦 那我說 那台積電是不是一個低估的價位 但是你以股價來看你會覺得 哇這種股票起到這麼多啊有沒有 台積電都漲那麼多了 那航運股它跌那麼深啊 對你用股價去看 你永遠都看不到真相 就很像買寶石一樣啊 我今天在買一顆寶石 就在那個非洲人來看 它就是一顆石頭 可是呢就我們這些文明人來看的話 我們覺得它是什麼 它是鑽石 那可以賣錢的 那可以幫你創造獲利 可以去買很多的麵包 所以呢我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在看東西不是看它的價格的變化 而是看它價值有多少 所以當我發現台積電的價值這麼高的時候 自然呢我在抱它我完全不會恐懼啊 我也沒有要你去做短線哦 你要強制股拉回正戰買方來去做布局的一個動作嘛 所以呢怎麼做股票很重要 那你說台積電它會很好對不對 那同樣的啊 台積電相關供應鏈我說嘛 你要把它拉出來看 你會發現我每天講的節目都差不多哦 我都跟你講的這幾檔股票 包括剩一的部分 我都台積電的供應鏈 獨家的嘛 獨家的融劑供應商啊 目前能夠提供台積電這種融劑的 就只有日本而已啊 韓國還做不出來哦 韓國當時日韓大戰的時候 貿易戰的時候 日本直接把這個融劑啊 跟那個石科技的這個產能 直接把它切掉你知道嗎 他直接限制日本廠商出口給韓國 那韓國的半導體業就倒了 就整個倒掉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 這個融劑對整個半導體產業來講 它是多麼多麼的重要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能夠切入做到台積電融劑的供應鏈 我覺得這種技術能力不是一般的那種 什麼阿貓阿狗啊 什麼做強力膠的啊 那種東西 那種廠商是可以 那不是那種廠商做的到的 它必須要符合品質 它還要有技術 還要知道配方 這不容易耶 因為你知道嗎 晶片它在石科的過程 你要做到3奈米 那不是普通的融劑 它可以把它做得出來的 所以這個重點在於說 我有獨家的技術 我有獨家的品質 我控管的非常好 我才有辦法去打入台積電的供應鏈 那你打入台積電的供應鏈 台積電今年訂單爆滿 賺很多錢 對它來講就是一個利多嘛 那我說以它的股價來說 如果以今年EPS來看的話 我評估它至少會有9塊錢 那我當時跟各位投資朋友們 聊這一檔股票的時候 才120塊哦 才120塊哦 那你回過頭來看 那個位置點上面 如果你現在回過頭來看哦 回過頭去到那個時間點的話 你知道說這一檔股票 今年可以賺120塊 賺9塊錢的話 你會不會用120塊錢下去買 肯定的啊 對啊 所以呢我就說 這支鉤票真的被人家低估 而且它被低估的非常嚴重 台積電的供應鏈 台積電可以30倍本益比 台積電的供應鏈給它20倍就好了嘛 那你就知道說 120塊錢真的是便宜啊 真的是便宜啊 所以我沒有去追航運 沒有去追鋼鐵 我在做的叫做改變世界的新科技 尤其是台積電的供應鏈 所以呢你就看到說 哦股價開始上來對不對 上來之後一堆人跑去做追價 我說你不要追 它會回檔 它會拉回 拉回再買 量縮回檔繼續漲 今天創新高啦 它又創新高啦 來到152塊錢啊 那你說還有沒有空間 當然有啊 可是前提在於說 我就說你不要去做追價的動作 強勢股回檔你站在買房 我說它會回來月線附近 量縮回檔繼續漲 今天創新高 你如果回檔有買的 Everybody都賺錢啊 那我也沒有跟你遮牌啊 我也沒有蓋起來 告訴你說這支鉤票啊那那 我直接就挑明的講 我說這張這支鉤票真的是不錯 真的是很好的一家公司 但是前提是 你有沒有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我每天都在講 我講的東西都一樣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敢買 因為老師沒有告訴 因為你沒有我的抠訊 你不知道說 哪個地方才是真正的買點嗎 因為你現在去買的話 變成說我買在120塊錢 可是呢 現在股價漲上來了 所以你不敢動 那什麼都沒有改變啊 變的就是你的心而已啊 你等到它未來又漲上去了 你就只能忘股而心啊 啊老師那時候說的都對 待會兒我怎麼都沒做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在看股票的時候 不是看它一天兩天 我要看它一段時間 甚至我要走在趨勢的前面 當大家還沒有發現到 半導體的這個需求的時候 我就要先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包括聲貌的部分也是一樣啊 我在買它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說 高階封測席高哦 真的能夠做到高階封測席高 真的它的技術能力不同反響 你不能看隨意的啦 包括未來還有mini LED的產品 跟micro LED的產品要出貨嘛 那這些東西都還在小量市而已哦 小量而已哦 那未來大量開始出貨的時候 這個股價不會大噴發嘛 所以我說為什麼要跑在人家前面 就是你要知道說 這件事情會發生 但是呢我先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所以走在趨勢前面就是這樣做哦 我在買它的時候它也沒漲啊 可是呢今天怎樣 創新高來到最高點來到五億塊八 那你說回檔的時候你有沒有下去做布局 如果你沒有買的話 今天創新高也不關你的事啊 而且你看它的量呢你就知道了嘛 大量都一直在出來 大量開始去做拉抬的動作 但是你要買在什麼 量縮的時候 買在量縮回檔的時候 所以不要覺得量縮不好 我講實在的 量縮代表它籌碼相對穩定 反而你在大量去做追價的動作呢 相對來講你的風險就會大了 所以我說你要找到機會點來去做布局 但是呢你要走在趨勢的前面 那趨勢現在怎麼看 很簡單就車用跟半導體而已 就車用跟半導體 什麼鋼鐵航運啊那些 其實都已經不是重點了 這些股票的資金會被抽出來 當它被抽出來之後 就是往這個方向來去移動 它會往電子股一樣 可是電子股不代表說 每一檔電子股都會漲哦 我強調哦 之前有很多投資朋友們來問我NB的 來問我這些所謂的這個 面板的股票 我都說這些股票反彈 你都要去做調節 因為它沒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所以它沒有爆發性成長的動能 當它沒有爆發性成長的動能的時候啊 你的股價自然啊 它沒有大幅反應的空間嘛 那未來的機會點其實在車用 包括微幕的部分 我也講了我每天在講 一天到晚我都在講這些 因為很簡單 Intel的執行長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未來車用的電子 會從原本的 佔成本比重 從原本的4%拉升到20% 拉升到20% 等於說我未來車用的產品的部分 它會成長5倍左右 它會成長5倍 所以呢有很多相關的供應鏈 包括為什麼台積電可以漲價 其實他們錯誤了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的車用 比過去的車用來講的話 它的成長率高太多了 高得太多了 所以呢你要找到未來的機會點 包括車用電子的部分 下去做一個佈局的動作啊 所以包括我之前跟投資朋友們聊的 像德偉的部分 因為它有第三代半導體的技術對不對 那我今天我認為 包括在經濟的部分也是一樣啊 因為時音震盪元件 其實在車用裡面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任何一個電子產品 其實都會用到這樣的產品 這樣的這個電子零組件 那因為過去啊 這個東西就很像就是 供給跟需求之間 其實都是一個 一個非常平衡的狀態啊 甚至供給的部分還大過於需求 就很像說 我今天開便當店有沒有 我的這條街上有10家便當店 可是我裡面只有5個人在吃飯對不對 我只有5個人他會去買便當 那當然大家就會開始消價競爭啊 我就是為了搶那筆訂單嘛 為了搶那個人要去吃飯嘛 那同樣的現在改變了 現在裡面有很多的便當店都倒掉了 現在只剩2家便當店的時候 可是一樣是5個人要吃飯 甚至現在吃飯的人變得更多了 可能已經成長到10個人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邊有飯吃 結果呢 我現在只剩2家便當店的時候呢 那我的價格自然就提升上來嘛 因為變了我便當便當店的老闆變老大啦 以前顧客是老大 現在便當店的老闆是老大啊 所以呢當我這個便當店開始 這個整個供給跟需求開始出現改變的時候 我便當自然就會漲價 那現在的10英元件也是遇到一樣的狀況哦 就是說我現在10英元件其實都一直在漲價 因為以前啊 就是只有電子產品會用 可是呢現在由於電動車自駕車的關係 那原本一台車子裡面會用到大概6顆左右 大概6顆左右的10英元件 可是呢現在呢電動車自駕車出來的時候呢 他原本的一台車要用到60顆到80顆的這個10英元件 那我長期以來都沒有擴產嘛 我都沒有擴產所以呢 當然就是物以稀為貴啊 大家都來搶啊 都來搶就開始漲價 都來搶都開始漲價 所以今年包括在整個10英元件方面 這個族群啊 其實他開始有一波漲價熱潮發生哦 那我認為要擴產他也沒有那麼容易啊 不是說你今天想要建一個廠明天就出來了 你包括機台 包括整個廠房的設施 包括選址的部分 你通常一搞下去都要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啊 那以前10英元件是日本的大廠所掌控的 可是呢日本大廠他最近都沒有擴廠 過去他都沒有擴廠 那有擴廠的還是在台灣 所以台灣的這些廠商包括太易的部分 包括加高的部分 包括龍頭經濟的部分 其實就會掌握到這一波車用電子的行情 所以我覺得經濟以他現在的股價來講 真的是有點低估 我覺得是蠻低估的 那包括第三代半導體的技術 我一直強調 包括今天永光再來到亮燈漲停板 包括 月峰今天再來到亮燈漲停板 那第三代半導體的技術 其實從這兩檔股票開始會帶動起一些熱潮 那我之前跟大家聊過這家公司 那他手上有一些第三代半導體的這個 已經設計出來這個機台的設備 那未來都由他來做生產 所以有一些題材他正在發酵 可是呢或許你現在還不曉得 那我們一樣 我還是要必須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走在趨勢的前面 我們要走在趨勢前面 所以你就看到說 包括我們當時在買這個信國的時候也是一樣嘛 我說亮燈高點不是最高點嗎 然後呢未來他會創新高 所以這就是趨勢之前嘛 所以你就看到說包括信輝 我說母公司信輝他也會一樣嘛 所以你就看到說信國部分連續兩天 昨天漲停板 今天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可是我沒有叫你去做追加的動作 前提在於說 你要買股票你千萬不能用力 就算這一檔股票再好 他如果一時之間漲得太快的時候 比如像說信輝連續昨天亮燈漲停 今天再創新高 兩天的時間就漲了20%對不對 這時候就會有很多當充 甚至短線的這個籌碼 他會去做調節的動作 那你剛好去追在那個高點的時候 比如像說信輝好了 他人家在做短線調節的時候 你就會買在那個相對高的附近 然後呢 當你買錯位置的 啪一升下來有沒有 什麼都沒有改變啊 這一檔股票 他也不是基本面出現改變 也不是整個什麼狀況 就是他有出現什麼狀況啊 可是重點是他因為一時之間漲太快的關係 就會產生一個調節性的賣壓出來 這就是我們要去探討的 就是說 我們買股票的時候 不是追在他大量的時候 而是買在量縮的時候 那像這種量縮的格局當中 大家都不要這一檔股票 他才會這個籌碼面上面來講 他才是最穩定的 所以要買什麼樣的標的 要做什麼樣的股票 我希望說你們要有一些想法 尤其是在整個行情 要進入第二波資金行情的時代的時候 你要先把持股做好調節的動作 那走在趨勢的前面 才能擁抱你的健康 才能擁抱你在操作上面 取得一個長期有穩健的正報酬 所以你在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你有任何的疑問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詳細內容 我都歡迎你直接掃兩下 這個QR Code加入洪老師的LINE 或者是說 你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你都可以在LINE當中 來跟我們做諮詢 那如果不會掃QR Code的 你也可以在LINE裡面搜尋 WIN580888 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我都會來幫助你 我都會給你做一個協助 那今天的節目為大家講解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一組大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掰掰 中秋佳節 夜圓圓圓圓 運達頭顧 祝您 合家圓圓滿滿 佳節里 588再加1 佳節里 588再加1 舒服摘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 幫助您 不再 旺鼻心探 特別開放 專線 讓您 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立刻素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中秋佳節 夜圓圓圓圓圓 運達頭顧 祝您 合家圓圓滿滿 佳節里 588再加1 佳節里 588再加1 舒服摘線 02-2781-0909 2781-0909